为什么很多花友刚开始养杜菌花 脂肪叶茂 叶片又大又翠绿 开花又多 但是时间长了 就会发现叶片瘦小 容易泛黄 生长不良 开花少 其实想要养好杜菌花 我们只需要改良土壤就可以了 因为杜菌花它的根系是比较细小的 属于一种浅根植物 所以对土壤要求比较高 如果说大家没有买专用的营养土 来养杜菌花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加入这种微生物菌剂 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它含有大量的有机制 可以改良土壤 同时里面含有大量的友谊微生物 可以活化土壤 同时又可以培养大量的友谊微生物 抑制有害菌 那么这样就可以提高杜菌花根系的抗性 让这个根系更好 土壤更疏松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在换盘的时候 在土壤中加入10%左右的微生物菌剂 跟这个土壤一起混合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如果我们不换盘的话 可以直接将它浅埋到这个土壤的表层 这样的话也可以提到同样的效果 那么这样的话 后期我们养护杜菌花起来 就会更加的轻松 不容易出问题 给它施肥浇水 就容易吸收了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